嗯哼刚见黄胜一就喊姐姐太会撩,但她接下来的话或思念听了想打人。 虽然很不舍的但妈妈是超人三还是在今天大结局了,而在这期节目中几个家庭终于聚在了一起生活,说真的这一季的门娃都很可爱,比如哼的搞怪,步步的小机灵,大林子的小乃英还有安迪吻心都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,现在一想到这几位门娃叽叽喳喳闹的样子就觉得特别好玩呢。 几家人在一起聚会肯定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,而我们的亨大王这次也不负众望地继续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笑点,其中一个就是他刚见到黄胜一不久后就直接喊他姐姐,这撩妹的技术太厉害了,连黄胜一听了都开心地笑得和不拢嘴。 不过黄胜一反问,哼你叫我姐姐,那我敢叫你妈什么啊?而亨的回答估计霍思燕听了都想打他了,因为他让黄胜一喊霍思燕奶奶。 这辈分差的可真是有点大了,虽说从年龄上来看或思燕比黄胜一大几岁,但从外表上来看还真没啥区别,而且俩人都曾是天仙佩中的小仙女,所以他们仙女都是永远18岁的。 看来亨平时真是调皮搞怪怪了,对谁说话都很随意但又很高情商,上次荣祖儿来找他们玩的时候,亨还夸荣祖儿有红血色的眼镜很特别啊,这以后长大了撩妹可不是分分钟的事吗? 不过亨这次却没有牵到布布的小手手,因为打林子的小奶因完全征服了布布,于是他俩手牵手一起走,留下安迪和亨这对钢铁直男兄弟互对了。 而在这期节目中还有很多精彩的画面,比如一只很神秘的大林子的爸爸也现身了,原来他不是光头也不是老头,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年男人。 邓莎说自己也没想到老公会露面,因为他就是个圈外人不想被大家认识,但这次为了打林子,邓莎的老公也选择了妥协,看到他们一家三口依偎在一起的画面是不是觉得好温馨啊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